嗨,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Jack 如果建議跟你說你每天早上吃的麥片裡面可能含有鐵 你有可能就會嚇到不敢吃 因為人們總是對未知的事情感到恐懼 今天影片要來跟大家討論 有一個知名品牌的飼料 用磁鐵吸到不明物質的事件 好,在影片一開始我要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件事發生的起遊 訊息裡面是這樣寫的 請問有沒有鳥友知道 核X劍9號內有金屬碎屑的八卦 前陣子把自己鳥寶帶去看醫生照X光 腸胃有很多光點,括號代表有金屬 醫生說有時候飼料生產過程中 可能有機器上金屬碎屑落在飼料裡 我聽到也是滿驚訝的 後來鳥寶也因此金屬中毒,肝臟受損 撐不到一周就去當小天使了 是否有鳥友試過用強粒子鐵吸吸看飼料裡面有金屬 今天試了一下果然吸了一些金屬碎屑 PS我家的鳥寶是幼鳥 需要人家餵食 一湯匙一湯匙的餵 所以任何異物一概吃下肚 完全不知道飼料裡面有金屬物 因為乍看之下好像是蛋黃粒的碎屑 不宜憂它 如果你們看到鳥寶的大便有螢光綠水水的跡象 就是金屬中毒傷到肝臟了 可能要注意一下或者是盡早帶去看醫生 因為懸鳳過度繁殖後腸胃非常脆弱 他們無法排除這些金屬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我們要注意一下 by bwd6 我们的感想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消息你们的感想是什么 关于这个讯息呢有鸟友提出啊 有一些比较有疑虑的地方 那我这边呢也带出来让大家参考 第1点呢肠胃有很多光点代表金属 网络上有一些鸟友我不同意呢 这个说法 因为有些医生呢表示 光点不一定呢是有金属造成的 当然有可能是金属 但是大部分呢都是有一些未消化的食物 未消化的穀物啊所造成的回光 金屬中毒啊造成肝臟受損 这个鸟友提出啊这个牌子啊它其实算是一个大厂牌 那为什么其他的鸟友没有遇到啊 金屬中毒啊造成肝臟损坏肝臟受损的情况呢 但其实不可以用 用了几十年都没有造成这样的情况 来去表达说金属啊并不会导致啊肝臟受损 因为啊过量的金属啊包括呢过量的金属铁啊 它们过量的摄取啊囤积在肝臟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肝臟受损的情况 但是至于呢磁铁吸到的物质跟肝臟受损有没有直接关联呢 那这个呢就有待考证 然后这个鸟友呢它提出了第三点 鹦鹉的粪便之中呢有荧光绿的颜色 就是金属中毒 它并不同意了这个说法 鹦鹉的粪便中呢有荧光绿的现象啊 其实每一家兽医的说法啊都不太一样 而不管是饲养鸽子啊饲养其他野鸟啊 或者是说我们大部分饲养鹦鹉的鸟友们呢 它们对鹦鹉排泄物颜色这个说法也不尽相同 那这个一样呢是有待化学检验考证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件事情啊的起油 还有一些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讨论啊 鹦鹉它真的需要铁吗 所谓的铁到底是什么 并不是你丢一块铁块去给鹦鹉吃 这样就叫补充铁 铁其实是生物体呢必须的物质 人呢也需要铁 铁平均分配到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 作为酵素还有含铁蛋白的组成成分 那超过需求量的铁呢 就会存在肝脏皮脏还有骨髓当中 从饮食当中摄取铁也就是三架铁 对于维持体内的含铁量非常重要 但是主要的铁供应源呢 是身体中铁离子的循环 理论上铁离子是没有办法轻易的被磁铁所吸引 所以即使那些蔬果里面含有铁 那也都是三架的铁离子 你一样不能用磁铁吸起来 但是你知道麦片啊 我们早上吃的玉米脆片 它能够被磁铁吸引吗 我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 前面讲到铁是生物体必需的物质 而在麦片里面也人工添加了铁 这边的铁就是以铁原子的形式存在 所以才有办法被磁铁吸引 说白了如果今天你跟你的家人说 你的麦片里面有铁粉 他一定会吓到把麦片直接丢掉 但是这些铁依然是人体的身体循环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你还是很害怕铁 那我要告诉你这些食物当中都含有铁 包含大豆、米、燕麦、黑麦、无花果、杏仁、马铃薯 还有蛋、胡萝卜、南瓜、甘草 这些食物里面都含有铁离子 但是这些铁离子呢 它能够适量的提供鸚鸥也包括人类 适当的做摄取 如果鸚鸚它们在摄取铁离子的时候 有办法搭配维他命C的水果一起摄取 它的效果会更好 那如果鹦鹉缺铁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缺铁的话我们通常俗称为缺铁症 这种病一般没有致命的危险 而且它的病发初期没有一个明显的症状 随着病情严重呢 旋缝的会还有爪子会有发白的现象 而且我们如果看它站在棍子上面的时候 它会感觉非常的疲惫 而且它的呼吸会比较困难 而且会变得比较不喜欢活动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旋缝的羽毛它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明亮 当然铁也不可以摄取过量 如果摄取过量会发生什么事呢? 鹦鹉它的肝脏不容易代谢过多的铁质 如果摄取过量的铁质容易导致肝脏坏死 进而导致鹦鹦死亡 或许相较磁铁吸出来的东西 你应该要更在意的是 长期下来啊 鹦鹉的饲料它的新鲜度怎么样 最好的实验方法呢 就是让它浸泡水让它发芽 如果发芽率比较高的饲料呢 代表它的新鲜度是比较高的 这才是长期饲养的鹦鹉应该要被重视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啊 鹦鹉还有矿物质的问题 也就是所谓饲料中的砂石颗粒 鹦鹉的胃呢分成腺胃 也就是所谓的前胃 还有鸡胃也就是所谓的砂囊 胃腺呢它就类似哺乳动物的胃一样 它能够分泌胃酸啊消化液 消化蛋白质 而鸡胃也就是所谓的砂囊啊 它四周呢它肌肉啊非常的发达 通常呢会有一些小石头小沙子 又有一些磨碎食物的功能 一些石骨类的鸟啊 例如金丝雀啊鸡啊 它们砂囊的这个部位啊更加的发达 所以它们需要去吃一些小沙子啊小石头 来去帮助它们消化啊 吃这些比较坚硬的穀物 那鹦鹉有需要补充矿物质吗? 之前鹦鹉挑食的影片啊有讲到关于红土 摄取的问题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也欢迎点上方的资讯卡 鹦鹉对于矿物质啊它的需求量并不高 如果这些小石头啊它没有进到砂囊 它直接在宿囊的地方啊就被卡住了 那其实会造成啊更多的问题 而且鹦鹉啊它跟鸡的主食并不一样 它们的主食啊蔬菜水果啊 还有一些葵瓜子类的东西 鹦鹉它并不是像鸡一样啊 吃东西都是用吞的 我们常常看到鹦鹉啊它会用手啊 去抓着食物 然后一口一口啊慢慢的吃 可想而知 鹦鹉呢在小石头小沙子这方面的摄取啊 就不那么重要了 它们的需求量呢也随之下降 但是补充矿物质呢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补充一些微量的元素 或者是呢有其他的功能 像野外的金刚鹦鹉呢 它们会去吃红土的现象 它们就是利用红土的物质呢 去吸附一些它们在自然环境中 摄取食物从不小心摄取到的一些毒素 但是啊这些红土啊它主要的功能呢 并不是拿来磨食物的 如果要讲鹦鹉在摄取微量元素的方面 其实啊你给它提供足够新鲜均衡的水果呢 它的微量元素就非常足够非常充足了 并不需要呢额外去添加一些矿石 那经过了这次事件之后 很多鸟友就会问 那应该要怎么样挑飼料呢 市面上的鸟飼料啊这么多 有滋养丸啊有穀物啊 还有蛋黄粒 但是我要呼吁大家 你不是应该去选择哪一个牌子的飼料 你应该要懂的是要怎么看飼料 每一包的飼料的后面呢都有表明成分 包括呢这一包飼料啊 它有没有含铁有没有含钙有没有含钙 有没有含一些矿物质 你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进耳呢再去评估 这个飼料它的大小呢 适不适合你家的鹦鹉 你们家鹦鹉嘴会呢 去吃这个飼料啊适不适合 再来啊千万不要囤积飼料 飼料最好的保存方式呢 就是放在通风的阴凉处 也可以放在冰箱 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避免长虫 还有新鲜度的问题 每一个鹦鹉饲料的牌子啊 都有各自的优点还有缺点 人家说鸡蛋啊不能放在同一个箱子里 我们买饲料也一样 不要固定长期的用一个牌子 避免呢有一样的缺点啊 长期下来慢慢累积 最后啊关于这件事情啊 这个饲料的品牌啊 他们官方呢也有提出声明表示 被磁铁吸出来的这些物质呢 有可能是啊他们在采收这些饲料的时候啊 田里面的一些土壤 而这些土壤啊小石子里面呢 含有铁的成分 所以才会被磁铁吸起来 铁这个物质呢 它不一定像网路上传言所说的 像工厂啊吊铁穴这么样可怕 只是呢我们能确定知道的是 这一款这一包的饲料里面 目前呢确实是含有铁的成分 要去考虑的是呢 它有没有摄取过量的问题 你们看完这支影片以后 有没有对铁这个物质更加的了解呢 还是直接冲去冰箱 把你家的麦片全部倒掉呢 那就请大家在留言区跟我讨论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 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是Jack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